台中市過去某一間 這個自由版的有名的老師 今天應該是一個校長 今年四月婚 給比亞軍人年的女婦學生 向台中市的生病會來檢舉 說二十多年前 讓他省親四年時間 該到三天的這個林本紀君會 今天再來開記者會 說有兩個比海賊港版的動物 也要作為出面來拍這個老師 是怎樣 太煩了 國中動物二十多年前 讓老師省親害 同班三年的動物 好相比對 正是這件事是真的 國中的時候 黃老師很常單獨接送A小姐回家 很多同學都曾經募集 黃老師長期對她單獨課業輔導 從國二一直持續到高中 老師常常跟受害者單獨到點 對受害者的關心 跟其他動物很不一樣 跟陸學生說話的藍學生 會讓老師約談 現在想都是老師操控款式來返案 當年的他手握很多資源 是個連主任 校長 都要盡他三分的人 現在回想起來 師母和小孩 大概是他最好的擋箭牌 林本紀君會之處 陸學生四月向台中市 生病會舉法 立起生病調查 但台中市告教 沒有天平或是天節 五六月這個老師 由完以校長的身份參加多年 到八月在媒體報道 教教說劉籍停薪 請假是你自己主動發動的 不是公權力介入 可是停聘是公權力介入 並且你不能領薪水 一次行為人當時是校長身份 當時是針對退休案的部分 來暫緩受理 目前是留職停薪接受調查 對林本批評 教教違反 董事人的議員 把調查的資料 送去地檢室來告發 教教會應是案 但行屬法規定 公務員 或是有犯罪 陷害 來送 對會 其實檢察官來領領 而且行政調查 跟這部分是並行 但是受害者的動物 已經先公開配合 到部長 拍檔中 希望這個案件 可以有公平的公正處理 記者收看新智明 台北報道